另外一个新竹人吃宵夜的好地方 也就是清华夜市 这里有几款相当美味的道地美食 包括了有嚼劲十足的手工葱酥饼 老板发挥了创意 包入不同的配料 包括了泡菜牛肉等等 总共有65种的口味 另外一款美食是飘香了将近30年的大肠包小肠 它们的香肠很特别 先炸再烤 银子口感除了香Q之外还多了咬劲 最后配上一种店家自制的酸辣泡菜 这款很多人即便排再久也一定要吃到它 你看这里灯火通灵 还有这里人车拥紧 这里就是新竹 在地人常来 学生最爱 游客也跟着来的清华夜市 越宴越美味哦 这个清华夜市其实是个三叉路口 因为临近校区 聚集很多评价又多变的小吃 非凡大探索经过都方搜查 有三样美食已非吃不可 在铁板上跳起圆舞曲的 是一片面尖的酥香金黄的饼皮 打个蛋花再撒上配料 还有还有一大把爽口的蔬菜 几乎满到快要包不起来 这就是学生最爱的葱酥饼 它有菜又有蛋就是很少会看到 对啊 因为像我们学生 其实平常很少吃菜 所以它有菜就还蛮加分的这样 深深炉获学生的吸引着 葱酥饼的口感真的没话讲 一口咬下还有弹力呢 我们是手工的 而且机器它没有办法做得像 手工那么细 像我们这个饼皮的部分 你把它拉开的时候 它会有非常尘势很分明的 那种很薄 非常薄的那种尘势感 超油咬尽的饼皮 还得配上老板的独家煎工 才能够发挥它的美味 这个饼在煎的当中不能去加油 因为我们的饼是完全不加油的 为什么 你在加油下去的时候 它会造成饼里面会滚 油会滚 那油会滚的时候呢 整个饼的那个口感就可能会破坏掉 而且在配合上 现代人不喜欢吃太油腻的东西 好 那刚刚点那个玉米 玉米九成塔 和那个九成塔牛肉的哪一味 它什么酱 这里的口味是另外一大卖点 看看这价目表上的琳琅满目 你相信吗 葱酥饼的馅料组合 居然可以多达65种哦 最卖错的就是招牌口味 一次包进三种馅料 有起司 玉米和果腿 吃一个就有饱足感 而爱吃肉的 可以试试泡菜牛肉酥酥饼 酸酸辣辣的超级开胃 它的皮就是酥酥的 然后它里面现在那个料越来越多 所以吃起来就是很饽 然后再加上它的独门酱汁啊 就是咸咸甜甜的 然后不会太油腻啦 就是刚刚好 刚刚的葱酥饼已经让你肚子饱了吗 你也太适了吧 这里还有一家飘香 近30年的平民小吃哦 你看已经在排队了啦 快点来 那什么 帅哥 手脚不快点真的不行啦 因为这家店随时随地都在开队 每个人都是冲着炉子上 正在嗶嗶嗶嗶作响的 大肠和小肠而来 我毕业这么多年之后 会在回来这个地方玩的时候 我会最想吃的就是 这家糊米肠 肉炒香肠 对 可能有吃过这边的米肠 很香吧 就忘了清楚 究竟这里的香肠和米肠 有什么不同 你发现了吗 老板有先炸过哦 因为如果单纯用烤的话 它腌会很大 然后而且用炸的话 它那个汤汁可以锁在香肠 锁在里面 它会比较好吃 多了一道工序 就让香肠多了酥脆的口感 再上炉子烤个5到7分钟 就完成了 而小肠的最佳拍档糯米肠 也有它厉害的地方 肠衣的话 通常都是要用蒸的竹肠 因为有些人说 它用那个塑胶腸衣 它是可食性塑胶腸衣 可是它吃起来 好像会咬不断的肠衣 顾及客人吃得方便 老板细心地把大肠小肠 切成一口吃的大小 先水煮再火烤的糯米肠 米粒变得黏Q但还是粒粒分明 配上自制的酸辣凉拌菜 让你吃了爽口不油腻 吃完热乎乎的鲜食 再来一碗凉的就太完美了 这一家门口已经挤满人潮的豆花店 绝对是你的不二选择 超级猪大心是这碗滑嫩的豆花 加上饱满香甜的绿豆和绵密花生 光看就叫人数一全消 碧美雪花冰的细棉口感 红糖水冰沙 就是店家的独门绝招 不少人都是被它吸引而来 就是觉得它那个冰沙很好吃 就很细 很棉 都很不少味的味道 我是比较喜欢吃它冰沙 想要尝尝米粉和购丸以外的 新竹美食吗 那就来学生最爱的清华夜市 绝对能让你饱餐一顿喔 绝对能让你饱了 绝对能让你饱饱了 绝对能让你饱饱了 绝对能让你饱饱饱了 绝对能让你饱饱饱了 绝对能让你饱饱饱饱了 感谢观看